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RM成立于1990年,最初是英国爱康电脑、苹果和VLSI的合资企业,1998年到2016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开上市。 后来,在2016年9月,被日本软银集团以320亿美元收购并私有化。 2020年,软银集团与辉达成了收购协议,计划将ARM以400亿美元出售给辉达,但是最终因为监管原因,辉达于2022年2月被迫放弃了对ARM的收购。 因此,这家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英国半导体IP公司ARM Holdings,近日正式向美国政权交易委员会正式递交IPO文件,披露了其招股书。 不过,ARM并未在招股书中披露有关公司估值、发行定价及募资规模等信息。 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智慧财产IP提供商,ARM是晶片领域乃至整个科技领域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基于ARM处理器,广泛应用于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数位电视、伺服器、车辆和网络设备。 根据IPO文件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包括苹果iPhone在内的全球超过99%的手机都采用了ARM架构的处理器。 ARM还预计,全世界大约70%的人都在使用基于ARM的产品。 亚马逊、Alphabet、AMD、英特尔、徽达、高通、三星等超过260家公司都有在2023财年已出货基于ARM的晶片。 据路透社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其所有者软银集团对成销商的影响力,ARM已经为其首次公开募股IPO吸引了28家银行,但没有透露费用安排。 通常情况下,承销商会被告知他们将获得募股的大致百分比作为佣金。 消息人士还称,虽然银行在首次公开募股中收取的费用在首次公开募股完成时最终确定是很常见的, 但公司不向承销商传达他们将收到的发行费用的大致百分比却是不寻常的。 此外,软银计划推迟提供有关费用结构的详细信息,直到ARMIPO定价前1到4天。 消息人士称,届时首次公开募股的投资者入眼将启动,软银将在制定费用安排之前更好地了解银行的工作表现。 据悉,组成销商高盛、摩根大通、巴克莱和瑞穗金融集团以及组成IPO银团的其他银行都将参与此次IPO。 消息人士称,银行对ARM的期望是,他们将获得60亿至70亿美元发行中的1.5%至2.5%作为费用,再加上少量的激励费用,与市场现行利率一致。 他们还预计,大约60%的费用将留向4家主承销商。 由于ARM计划在今年9月份的IPO中筹集80亿至100亿美元资金,使该公司估值达到600亿至700亿美元,有望机身有史以来排名前5的科技IPO之列。 ARM的客户竞相抢购其首次公开募股IPO中的股票。 这考验着这家半导体设计公司是否坚持不在晶片行业选边站队。 据路透社报道,已就参与IPO进行谈判的ARM客户,包括苹果、亚马逊、英特尔、辉达、谷歌姆公司Alphabet、微软、三星电子和台积电。 ARM希望9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时能获得高达700亿美元的估值。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公司之所以对ARM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希望扩大与ARM的商业关系,并确保其竞争对手不会获得优势。 ARM的客户将其半导体设计视为不可或缺的资源。 每年有260多家科技公司使用ARM的晶片设计,共制造300多亿个晶片,为全球99%的智慧型手机,以及从最微小的感测器到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提供支持。 消息人士称,虽然IPO投资不会影响ARM董事会席位或制定战略的能力,但它可以加强与每个参与公司的联系,并使竞争对手更难在后续收购ARM。 技术咨询公司J.Gold Associates的创办人Jack Gold表示,这些公司希望能把自己的技术需求反馈给ARM,这样他们的需求就能转化为ARM的智慧财产。 消息人士称,ARM及其所有者软银集团已预留10%的股份供给客户在IPO中购买。 消息人士补充说,鉴于ARM在首次公开募股中出售的股票总计只占ARM股份的10%,他们回绝了更高分配的要求,认为这将影响ARM股票的流动性。 ARM与其客户之间的IPO讨论细节此前并未报道过,这说明该公司作为晶片瑞士的中立地位仍然是一个热点。 软银之所以寻求IPO,是因为去年他曾试图以400亿美元的价格将ARM出售给辉达,但交易因ARM的客户,其他晶片制造商向反垄断监管机构投诉而告吹。 辉达是ARM的主要客户,授权其技术为数据中心的新型处理器提供支持,这可能会赢得其与英特尔和AMD等长期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英特尔转向ARM主要是为了制造定制网络晶片,但随着扩大代工业务,在晶片代工制造领域与台积电展开竞争。 英特尔需要与ARM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确保能够为客户生产,给予ARM的晶片。 许多寻求使用ARM设计制造自己晶片的科技公司都转向台积电寻求低成本制造,这促使台积电推进ARM设计的采用。 不过,ARM、软银、徽达和英特尔拒绝制评。ARM正在洽谈投资IPO的另一个主要客户是苹果公司。 它是1990年创建ARM的财团的一部分,一直将ARM技术用于为其iPhone和Mac电脑提供支持的晶片。 与ARM的密切关系,帮助其设计的晶片减少了对英特尔等供应商的依赖。 在与ARM的合作中,三星也希望在智慧型手机的生产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更低的成本。 消息人士称,这家韩国公司及其执行董事长李在荣已与软银CEO孙正义建立了联系。 而Alphabet热衷于确保其Pixel系列安卓手机的供应。 亚马逊已使用ARM开发自己的晶片,Gravitan,为奇云业务背后的伺服器提供支援,并减少对英特尔和AMD晶片供应的依赖。 消息人士称,随着开发更多硬体,该公司正在寻求扩大合作关系。 微软在晶片自给自足方面落后于亚马逊,但也正在效仿。 微软希望确保与其Windows平台的相容性。 这些公司对ARM IPO的投资都不确定。 软银最近在与其愿景基金的一笔交易中对ARM的估值为640亿美元。 一些公司可能会对这一估值预期犹豫不决。 半导体咨询公司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Dylan Patel表示,估值似乎有点高,人们正在等待估值结果。 但无论如何,如ARM成功上市,将有望成为今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同时也将是科技史上的第三大IPO。 仅次于2014年阿里巴巴250亿美元的IPO,以及2012年Meta160亿美元的IPO。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